这几日最让人惋惜也最让人关注的新闻 就是谢大脚扮演者于月仙车祸身亡的信息 9号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天 粉丝以及家人朋友们依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根据于月仙老师家属提供的信息来看 因为现在情况特殊 于月仙的葬礼不会在北京举行 而是于13号上午在甘肃金昌市进行 对于这样的安排 大多数人也表示理解 虽然于月仙是内蒙古吃风人 又因为工作原因 常年居住在北京 但现在疫情原因 再加上经常距离事发地很近 所以告别仪式就定在了那里 相村爱情中 常规的扮演者王小宝 已于昨日抵达了于月仙的灵堂 并且在社交平台再度发文悼念 看着你静静躺在那里 看着你的照片被腕帘围绕 还在怀疑这是真的吗 王小宝的这则动态再度让网友泪目 而王小宝所说的晚联内容也忘光 月中玉女 含笑而去 人中敲额 大脚成仙 据透露 这幅晚联是著名书画家 东本基所写 不过遗憾的是 赵本山并不会参加于月仙的告别会 而是由刘双平代表本山传媒前去参加 于月仙作为赵本山的小姨子 再加上又是这么多年的合作伙伴 如此亲密的关系 为何不来送最后一程呢 其实有三点原因 第一就是赵本山年事已高 本来他的身体都不太好 经不起这来回的折腾 第二就是名人效应 赵本山如果参加 那么一定会有很多记者和粉丝前来 这就和本家的初衷相违背了 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 现在疫情再度严峻起来 国家规定 红白喜事都禁止大操大板 于月仙的爱人也表示 丧事从简 除了赵本山之外 也有很多亲朋好友无法前来 这三个理由 很现实 也都可以理解 当然 人来不来其实不重要 据说赵本山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直接贪作痛哭 这也是赵本山第八次送走自己的好友 自己亲人离世 他绝对比粉丝们更加的痛心 虽然桑藏从简 但粉丝和网友永远不会忘记 象牙山里 那个善良和蔼 又亲切的大脚绳 最后 祝于月仙老师一路走好 谢谢大家